各位晚上好 真的是非常美丽的夜晚 各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真的非常辛苦 那相信各位也吃了很多苦 现在懂得怎么吃泡菜了吗 各位喜欢吃泡菜吗 说特别好吃 那那各位回去之前呢也学一些怎么做泡菜 那我妻子去国外的时候呢总是会带泡菜过去 有一次呢我们用很大的桶带了泡菜过去然后吃了很多的苦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圣经约翰福音九章 从九章一节开始来看一下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著神的座位来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说那差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沫在地上 用吐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上 对他说你往西洛亚池子里去洗 西洛亚翻出来就是凤差遣 他去洗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邻舍和那素长见他是讨饭的就说 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 有人说是他 又有人说不是 确实像他 他自己说是我坐到这里 耶稣见了很多的人 他们遇到了这些人之后 耶稣无论是见到谁都会将他的心传递给他 那将耶稣的心接受进来的人呢 那这个人就会成为耶稣 有一次我的妻子呢坐飞机去了洛杉矶 可飞机到了洛杉矶机场 我下飞机一看的发现这里是旧金山 所以我妻子呢就叫了那个 公姐 说我们本来要去的是洛杉矶 可这里是旧金山呢 公姐们到外面一看 下了一大条 然后就赶紧就去了这个机长室 一般这飞机起飞的话 那就不再是这个机长呢 来操控了 那机长坐的呢 只是从这个地面的滑翔之后 飞到天上的时候呢 才会去操控 那我们一般的到了上空之后 这个上面的指示灯就会灭掉 从那时候开始 电脑操控飞机 在电脑里面有许多的程序 如果我们要从首尔到纽约的话 就要放去纽约的程序 那如果要去亚北江的话 那就要放入去亚北江的这个程序 可那天失误了之后 本来要去洛杉矶的 可他呢 把去旧金山的这个程序 放在了里面 那一般是这个机器电脑呢 在操控飞机 这个飞机呢 有感应器 所以他感应这个风速 来计算这个时间 所以就会准确地 按照他所定的时间 飞翔 重要的是 这机长跟电脑呢 不能同时操控 一般这飞机里面 有两个操控室 操控座 有两个飞行员来操控 可并不是说 他们两个要同时操控 那个主飞行员说 I got的话 他就要抓住这个手柄 然后来操控 相反呢 对旁边人说 You got的话 那他就要把 这手呢 全部都放下来 绝对不能有两个人 同时来操控一架飞机 那可能各位会认为 这样的故事 跟信仰连接在一起 不太合适 可信仰呢 是将我们引领到 信仰当中的耶稣 还有跟随这位耶稣的我们 在这两者之间呢 形成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信仰当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假如操控飞机的飞行员 在操控着飞机 隔着飞机 想努力往别的方向跑的话 那就会出现问题了 所以信仰当中也是 是非常准确的区分的 神 所说的信仰呢 无论我带着 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所看的是 神 怎么引领我们的 各位我们在 约翰福音里面能看到 单独 见到耶稣 与耶稣进行对话的 很多场面 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 一个叫尼格迪姆的人 在非常认真的 跟耶稣进行对话 在四章里面呢 有一个行医师 被拿的妇人 约翰福音五章呢 有三十八年的病人 遇到耶稣进行的对话 还有菲利和安德烈 与耶稣进行的对话 约翰福音八章里面 有行医的妇人 与耶稣的对话 还有在约翰福音九章里面 出现了什么呢 这里呢出现了一个生 来是相应的人 与耶稣进行的对话 那各位在这里 仔细看圣经的话 尼格迪姆跟耶稣的对话 还有这生来是瞎眼的 跟耶稣的对话呢 这两段呢 非常有意思 耶稣对尼格迪姆说了 那尼格迪姆对耶稣说 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 说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那在这一个层面上来看的话 尼格迪姆非常了解耶稣 然后耶稣呢 就说了非常奇怪的话 说人若不充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尼格迪姆你虽然了解我 虽然知道我是从天上来的 知道有神与我同在 可你只带着这个想法是不够的 你要重生 你要听我的话 所以尼格迪姆要听耶稣的话 可因为自己学了很多 了解很多 所以这位自己做的好的那一个部分呢 所以就没有办法跟耶稣进行对话了 所以今天在这里 约翰福音九章里面 上来是虾眼的这个人呢 那各位我们来讲一讲这虾眼子 虾眼的这个虾死 那各位对虾死有多么了解 虾死呢 听说呢 有从出生的时候就是虾眼的虾死 还有的人呢 是在生活当中虾眼的虾死 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是虾眼的人呢 他在走路的时候 那有人叫他的名字 他就一边走路一边回来说是 可假如一开始是能看见的 后来那虾了眼的人呢 有人如果叫他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说 哎 为什么 因为睁了睁着眼睛的人 如果有人叫他 他就会转过头来看 可从生来就是虾眼的人呢 不管谁叫他都不会转头 所以这是非常准确的 瞎眼的在行路的时候有人叫他 生来是瞎眼的人呢 就是叫他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 没有睁开眼睛看过 所以他就不需要转头去看 反正他转了头也看不见不是吗 所以他就说 啊是是 然后就走路 可假如我过去的曾经 看见过的人呢 有人叫他就会转头 是吗 各位也这样是吗 那各位看不见 只有转头才能看见不是吗 可生来是瞎眼的人呢 他从来都不会转头 为什么 因为反正看不见他转头也照顺眼看不见不是吗 所以这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故事 各位仔细听一下 这个人 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 有一个孩子 他出生的时候就是瞎子 生来就是瞎眼的 可他每天跟朋友们就在一起玩 玩得特别开心 这有一天 有人说 哎 出来玩吧 说哎 这朋友去上学了 明明小的时候还在一块玩 可他们却去学校了 所以这孩子就等 等到下午 他的朋友都回来了 然后就说了 你今天去哪了 我去学校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去啊 啊 你去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不见的 过去呢 别人蹦蹦跳跳的自己 跟着蹦蹦跳跳的感觉 跟别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可现在呢 他心想 为什么去不了啊 你是瞎子 你去学校也没有办法学习 那你不是瞎子吗 我不是 所以我去学校 那到底什么是瞎子啊 你不是看不见吗 到底什么是看呢 他无法理解 妈 到底什么是看见的 为什么别人都能看见 我看不见呢 到底什么 什么叫看呢 啊 我是瞎子 妈 什么是瞎子啊 这是非常心痛的事情 是吧 到现在为止 这个瞎子是瞎子 可自己不知道 自己是瞎子 每天跟别的孩子们 一起玩蹦蹦跳跳的 然后一起玩 一起玩耍 全然不知道 自己是瞎子 这个事实 可有一天 他去找自己的朋友 可朋友们都去学校了 去了学校 等放学回来之后 就问 哎 你为什么去学校啊 你去学校也没有 为什么 你不是看不见吗 我能看见 你不知道吗 到底什么是看呢 妈 什么叫看见 我为什么看不见呢 啊 为什么看不见呢 真的是非常心痛的事情 从那时候开始 我明白了另外一个部分 啊 我看不见呢 妈妈在说话 他想到底什么叫看呢 都说用眼睛来看 那看见又能怎么样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无法理解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有一个瞎眼的在走路 今天看这段圣经的话 这个瞎眼的遇到了耶稣 耶稣呢 给他或了你抹在他的眼睛上 叫他去西罗亚池子去洗 是吗 那这个瞎眼的知道西罗亚池子在哪吗 不知道 那来问一下 哎大叔 这是通向西罗亚池子的路吗 啊对对对 你就再稍微走一段路 大概在五十米左右之后 那会有两个分叉的道路 你得往 你右边那条路走 那来问一下 这个人能听到这个大叔说的话 是吗 是吗 可假如 这个大叔想故意戏耍他 所以告诉他错误的道路的话 那他能知道吗 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没有 办法说接受还是不接受了 反正都是瞎子 如果告诉他正确的道路 那就能走得正确 相反 就是告诉他错路也是 瞎眼的只能一味的跟下去 睁眼睛的人呢 带着自己的想法 心想这个人跟我撒谎啊 然后自己就能走着路过去 可相反的却不是这样 跟他说 正确的话也跟着 跟他说错的话 他也只能跟着 所以耶税在他眼睛上 和你抹泥 你干什么 给我抹泥啊 别抹我了 他也不能这样 也不知道为什么 抹他的眼睛 然后叫他去西雷亚 池子去洗 那这个瞎眼的该怎么说 西雷亚池子 要走多远呢 这池子是不是有斜坡啊 我现在看不见 我会不会有危险呢 我一不小心 倒下的话 我可能会掉进河里面呢 那他只能 直接接受这个话 所以是这样的吗 所以 当这样的人遇到耶稣的时候 那他就会按照 耶稣所说的 直接去做 那睁眼睛的人呢 跟瞎眼睛有什么区别呢 他有自己的经验 有自己的知识 有自己的方法 因为有自己的道路 所以跟瞎眼睛有什么区别呢 他有自己的知识 经验道路 有自己的生活 那各位说怎么样 即便是听了耶稣的话 也不怎么会接受 就会按照自己的方法走 正因为这样 信仰才会全部都出现问题 那我们读圣经的话 今天我们请两位大使 一起吃了晚饭 今天晚上在我们厨房里面 做的这个晚饭特别好吃 那我们这厨房做的最好的就是那个 那个煮的那个鸡肉 还有炸鸡 还有还有什么呢 尤其是用 用那个土豆做的什么呀 还有那个 那个杂菜 各位 等到年纪到了77岁的话 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有的时候心想我妻子的名字是什么呢 如果我说这样的话 我妻子呢就会出大事 其实我知道 那明明就坐在旁边 可我就是记不起来 这个弟兄的名字是什么了 我特别神奇的是 我能够开车 能找到我家 也真的特别有神奇 各位不这么想是吧 认为这很当然是吧 那现在人们呢会想很多 所以耶稣在对他说话的时候 也是仍然带着自己的想法 那耶稣对尼格蒂姆说了 说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各位这是谁说的话呢 是耶稣说的话 那就要想啊 不重生的话就不能见神的国 要这么思考 耶稣是这样吗 不重生的话就不能见神的国呀 那我该怎么办才能重生呢 要这么说是吧 尼格蒂姆呢 却怎么回答呢 说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 说难道 还要进入到母妇里面吗 这话呢 不是在接受 耶稣的声音 而是认为耶稣说的 这重生呢 这太不像话了 是这个意思 因为尼格蒂姆呢 有他自己所了解的 有他的经验 有他的知识 因为有他的金钱 所以带着与耶稣不一样的道路 尼格蒂姆说的说 这人老了 怎么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妇生出来吗 那各位说 都已经长大的人了 怎么能还再进到母妇里呢 这只能意味着他觉得这个话不可能 然后就拒绝这个话 那各位这是一样的意思 那知道这虾眼的怎么做吗 在他眼睛上抹了泥 然后叫他去西洛亚池子洗 那这虾眼就说了 为什么要到西洛亚池子去洗呢 那儿应该很危险呢 那儿有多远呢 我还得在这讨饭呢 我一整天都没吃上饭呢 这个瞎眼的依据这样的话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自己没有能够决定跟判断的能力 要去找到西洛亚池子的话 自己没有方法能找到 所以他只能直接跟随耶稣的话 说往西洛亚池子里去洗 那他就直接去找到了这西洛亚池子 然后到那儿就问说 这儿离西洛亚池子还远吗 啊现在快到了吗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啊这个池子是不是有点斜坡呀 我这样走的话会不会掉下去啊 就这样无论是谁的话都直接接受 那即便是有人为了笑话他 所以让他走 告诉他错误的道路也是 他只能跟着这条路走 告诉他正确的道路也是只能跟着走 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前面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为自己呢 来打造一条道路 所以这尼格迪姆 遇到耶稣的时候 和这瞎眼的遇到耶稣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瞎眼的除了耶稣所说的话以外呢 没有其他意见 可因为我们睁着眼睛 所以跟瞎眼的不一样 啊我们牧师动不动就让我们来教会 啊怎么这牧师怎么这么唠叨啊 那各位带着的意见呢 总是在阻挡我们跟随耶稣 因为各位带着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就真的不想跟随耶稣的心 所以总是会出现理由 总是会出现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耶稣给我们的真正的事情 有一天耶稣到了拉萨鲁的家里 拉萨鲁死了 他的妹子在耶稣进来的时候就说 主若在这里的话我兄弟必然不死 拉萨鲁病了的时候 这些妹子们就派人去找耶稣 说主爱的人生病了 然后耶稣就说这病必不至死 然后就没有来 各等的拉萨鲁一命呜呼之后 耶稣就来了 马达见到耶稣之后 第一句话就是 说主若在此的话 我兄弟必然不死 那这是埋怨抱怨 让你来的时候 你来的话 你救他的话他就不会死了 可现在都死了 你还何必要来这里 那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可这马达和玛利亚呢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的话 那就是活的意思 可在自己看来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死人复活的事情 所以自己所知道的知识 跟耶稣的话语是相冲突的 所以你兄弟虽然死了 可他能活 到最后复活的时候都能复活吧 所以 他们的想法跟耶稣的话语呢 就没有办法合在一起了 各位信仰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 我的心跟耶稣的心成为一个 为什么我要跟耶稣的心合一呢 各位我在人生当中 虽然也犯过很多错误 而且多次被别人骗过 简单来说 被骗也不知道骗被骗了 有的时候我被骗之后 我能感觉到自己被骗了 所以各位我们不是完美的 而且我们也不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带着信心来接受耶稣的话的话 那各位信仰特别的简单 特别的好 各位耶稣在圣经话语里面 告诉彼得说 喂养我的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耶稣对圣徒们说 要受牧者的引导 那我是牧师 我要讲正确的话语 那我这一次 我在跟斐济电视台 进行接受采访 那那边他问我的问题 就是愿意说一张九节的话语 一张九节里面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我又给他解释这段话语 各位预案一书一张九节里面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说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在这段圣经里面说 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就能洗罪 各位冷静地来说一下 我们的罪 如果看我们认罪 就能够洗罪的话 那耶稣需不休 被钉十字架而死呢 各位有没有需要呢 那我们只讲这段圣经的话 就相当于在否认十字架了 那这段圣经是错的嘛 那就要去揭明这段部分 所以不要只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看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的话 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里面说 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 一章九节里面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的罪就能够洗净 这是分明不一样的 那假如要准确明白这些事实 那看这样的圣经的人 只看一章九节的话 就会说我们认罪就能够洗罪 但这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里面说 说这律法呢 一切都是靠血来洁净的 说若不流血呢 罪就不得赦免了 圣经准确地在告诉着我们 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跟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是不一样的 所以但人们只相信这一事实 认为我认罪悔改的话就能够洗罪 各位想仔细了解这圣经的话 就要知道立位纪四章赎祭的部分 在立位纪四章里面怎么讲述赎罪呢 说民中若有人行李恩华 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是误犯了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 就要为所犯的罪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 那当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呢 不是谁都能被赦免的 那要洗罪的话就要先犯罪 没有犯罪的话就没有办法赦免罪了 第二 要明白 要明白自己所犯的罪 立位纪四章 二十七节里面说 说民中若有人行了幽华 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 二十八节里面说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 然后就要为所犯的罪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 所以罪得赦的过程呢 首先要知道自己所犯的罪 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然后并不说这样就能够洗罪 明白自己是一个犯罪的罪人的人的 就有资格来献赎罪祭 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 为什么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先需要支付这死亡 那这母山羊要代替他而死 然后要给这赎罪祭生 走上暗守 所以要在这母山羊 走上暗守 那我当时不理解这母山羊 暗守是什么意思 很长时间以来都不明白 为什么当牧师 当长老的时候要暗守 给这母山羊暗守 为什么要暗守呢 他又不当牧师 也不当长老啊 可是当我在看 历维基十六章二十二节的时候 圣经仔细地在解释的这个部分 说二十一节说 两手按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那把这个罪归到羊的身上 所以要暗守 可并不是说这罪归到羊的身上 就结束了都解决了 接下来 这山羊呢 要为了最多代价而死 只有这样才能结束 所以祭司长呢 就带着这山羊的血呢 图抹在梵基塔的四角上 各位 梵基塔的四角上记录着我们的罪 看耶利米书十七章一节的话 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光照记录的明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弹角上 所以通过母山羊流血而死 因为我们的罪都洗净了 所以当我们用山羊的血来除抹的话 在那个时候 这个罪就能完美的洗净 所以约翰福音 如果我们只拿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来说洗罪的方法的话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呢 只是我们献祭的一个过程而已 各位 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 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 就能最多赦美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能够洗罪的原因根本上不是因为我们认了罪 而是靠着耶稣的血来洗净了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只看这一个部分 说我们认我们的罪就能洗净我们的罪的话 会这么想 那难道我们只通过认罪告白我们的问题就能洗罪吗 不需要耶稣的十字架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虽然我们犯了罪 认罪是事实 可这是我们在洗罪的一个过程而已 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流血死了 所以当我明白了 我是一个罪人 在这个时候呢 我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 然后我在斐济电视台呢 在进行采访的时候讲了这段部分 看到斐济有许多的人得到改变 是真的在神面前特别感谢 重要的是当时这个主播呢 也说自己得救了 真的特别的感谢 各位因为我们不了解耶稣的话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流失到别的方向 那在我们圣族当中有一些弟兄们呢 当然了他们可能会比我更了解圣经 可假如用错误的圣经来主张自己是正确的话 那就是有问题了 重要的是有人说按说福音错了 那那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圣经了 所以才会这么说 只是片面的看圣经 然后有很多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 所以按一书一章九节这段话语也是 只是一个片面的部分 看罗马书三章二三节的话 世人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当然我们只看这段经文的话 我们犯了罪 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是这么说的 看我们不是说只看这一段章节就可以了 而是看接下来的章节的话怎么说呢 如今全帮神的荣耀养基督耶稣的救赎 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 那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是对的吗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只看这一节的话 我们是罪人 可我们接下来看二十四节的话 因为靠着耶稣的血已经洗尽了罪 耶稣说我们是义人了 神说我们是义人 那就是义人了 各位只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的话 啊 朴牧师错了 圣经里面说都犯了罪 你还说没罪 啊对 我们过去是有罪的 不是说没有 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洗了这个罪 假如耶稣在实在上流了血 我们还是罪人的话 那这就只能意味着耶稣白死了 有很多弟兄们 在传福音的时候 稍微了解点圣经的话 就会主张自己是对的 主张自己知道 然后就会诽谤说这个那个 然后又会撒谎 然后有些人呢就会离开教会 那这样的人呢在离开的时候 偶像是说的能做得特别好一样 跟我看到后来呢 有很多人的精神不太好 然后这样的人在世上堕落 喝酒 离婚 有很多人过得非常放荡 然后呢就装做自己很了解圣经 当走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别的人呢都因着耶稣的话语而得改变 加利日加拿举行练习里面 这酒水也别人变成了葡萄酒 都改变了 可尼克蒂姆却不行 因为他自己拥有的太多了 尼克蒂姆呢 真的非常的骄傲 各位无论带着什么样的智慧 在神的话语面前呢 要低下头 不能说别的话 要相信 可只是片面地了解圣经 认为自己了解一点圣经的话 就以为都了解了 然后先来到我面前说 诽谤我是错的 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过心啊 我们通过瞎眼的能学到的事 因为他不太了解 所以就只能直接接受耶稣的话 这才是重要的 而且也能更加广阔地乐着圣经 他能够非常惊人地走到神的面前 这次我们想帮助西非法语系的国家 所以邀请了法语系的国家的一些人过来 接受培训 现在也能吃泡菜了 那这泡菜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愿意吃是吧 那这个菜也是跟那边不一样 可非常感谢能跟我们在一起 那有的时候我会去那儿进行教育 因为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我心里特别幸福 各位现在在这里 带着从这里学到的 去非洲 那去那里给他们传话语 然后成为非常惊人的神的话语 我相信各位的国家呢 会成为宝贵的国家 我们再去祷告 我们向圣洁的父神先生感谢 这一次我们宝贵的人来到远国来学习 神的话语留在他们心里 在他们心里能够预含神的话语回去 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会做功 愿他们回去的国家能够蒙福 愿主的恩典能够多多灵加在他们身上 非常感谢这个时间 愿主来祝福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各位非常感谢